有谁和我一样 黑神王悟空既想开4K影视机光追 又想要高帧率 其实很简单 只要把DLSS大力水手超采样清晰度调低就行了 帧率这不就上去了吗 那画面会不会很惨呢 咱们直接看对比视频吧 两组视频都是4K分辨率 都是影视机特效 全都开了超高的全景光追 都没有开真生成 唯一区别是 一个用的是最强性能的DLSS 超采样清晰度25 也就是牺牲画面换帧率 平均帧率72 另外一个是最强画面的DLSS 超采样清晰度89 这是为了画面牺牲帧率 平均帧率只有31 两个方案你会选择哪个呢 咱们边看边聊 这两段视频都是我自己采集的 4K素材文件高达7个G 为了方便大家对比 我用的是两倍放大 那我自己的主观感受呢 我是在42英寸的LGC3电视上看的 仔细看是有区别的 比如杂草和树叶 一个清晰一个烈化 再比如松树枝 一个是一根一根的 另外一个是一块一块的 其实大部分东西 像水啊 石头啊 树枝啊 还有屋顶的瓦 都是一个清晰 一个模糊 但是区别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些都是环境区别不大 但是那个会动的角色 如果是模糊的那个版本 就差点意思了 比如有一个拿着火把的小腰 我感觉还是清晰点的版本比较好 那个模糊的版本 糊的一坨有点出戏了 所以呢 我得到一个结论 黑神王悟空PC版的 大力水手技术 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大幅度提高帧率的同时 画面依然可用 另外英伟达说 他会针对黑神王悟空 发布一个新版显卡驱动 到时候帧率估计还会有进一步提升 这个很值得期待 还有一个功能可以提高帧率 那就是帧声程 假如说正式版的帧声程 延迟不高 不影响操作 也是可以打开的 可以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帧数 或者在保持现有帧数的同时 提高一下画面质量 那么问题来了 索尼新放出了一段 黑神王悟空的PS5版本的视频 各位觉得 它相当于大力水手的 哪个级别的清晰度呢 等正式版发布之后 我会和大家分享